鼓励小朋友多多运动 台中市的中信国校发起了首届跨校足球闪电杯友谊赛 邀请到了永龙还有永春国小 三校总共100位的师生参与赛事 这球场上选手们各个热血沸腾 而校方表示三所学校原本都有足球社团 举办比赛不但让小朋友可以切磋球技 也能够推广中部的足球运动 球一梯两队球员展开攻防 小小球员们在场上相互较劲 这是由中信国小所发起的第一届跨校足球闪电杯友谊赛 邀请永龙和永春国小 一共有100位师生参与赛事 大家都是非常多热爱足球的小朋友 一起在这个社团里面或是校队里面做练习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平台的建立 主要的当然是提供给中信的孩子 能够有一个目标 然后有一个平台可以跟外校的孩子一起运动 另一方面也希望透过一种竞争的方式 达成切磋球技以及团队精神的凝聚 球场上选手们各个卯足权力勇往直前 主办单位表示原本三所学校 都有以中高年级学生为主的足球社团 希望透过闪电杯友谊赛 让小朋友彼此切磋球技也学习团队精神 他们大概训练了一年这样子 然后这次出来比赛是第二次 然后就是希望透过比赛的方式 让他们更热爱足球之外 然后让他们在学习方面 然后能够更积极这样 然后让他们知道在 让他们跟别人的差异 然后让他们透过比赛方式 然后知道足球方面有什么缺点 然后回去训练之后 然后能够改进 我学到就是要团结合作 传球的时候 就是要看到空档的队友 然后传球 然后不要害怕往前冲 直接射门 我是四年级的博员 我今天学到了 这个足球需要团队合作 才能比赛的一个运动 然后这次的比赛 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下次还有更多的比赛 让我们继续加油 比赛中场由中信国小和永龙国小 分别在中年级赛程和高年级赛程当中 获得紫燕闪电奖 校方表示比赛没有分冠亚军 为的就是鼓励学生多运动 也推广中部的足球运动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不到 在中年级赛程和高年级赛程和高年级赛程